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展的竞争力关键 那么台湾在过去十几年来 随着整个教育政策的开放 加上社会形态的转变 大学教育可以说是越来越蓬勃发展 耀宏你知道说 现在国内的大学总共有几所吗 我知道其实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在台湾过去十年当中 台湾的大学数量已经突破160所 不过根据统计来看 每年大学入学的学生人数 是逐渐的下降当中 那大学找不到学生 办学就越来越困难 特别是对私立大学来说 在国内众多的私立大学当中 在民国85年创校的南华大学 它一开始是起源于 星云法师百万人心学的一个理想 那么在85年在嘉义县设校之后 一直以来都跟嘉义在地 有着非常紧密的连结 十几年来也发展出 许多具有特色的细所 在今天的来家开杠节目当中 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南华大学的校长 陈淼胜 陈校长到节目当中 陪观众朋友一起来开杠 节目一开始先透过一段影片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南华大学 小朋友认真打鼓 展现气势 争取好成绩 这是一年一度鼓王杯的比赛现场 同时也是南华大学 每年校庆的一大传统特色 南华大学从初期只有78个学生 到现在有24个硕士班 甚至过去来往校区都只能走 弯来弯去的乡间小路 但现在直通校门口的南华路 也已经打通 办校成果是颇获好评 甚至同属佛光体系的大学 在全球就有四所 未来南华大学学生 出国留学 学费只需缴一半 在美国加州有一个西安大学 澳洲有一个南华大学 台湾就有两个 在江西市的佛光大学 在这里是南华大学 那我们跟西来大学 南华独起是南华大学 对西来大学是同一个自己的同事 我们也获得一个协调 南华大学的学生 都有机会 可以到西来大学去念书 现在我们的条件是这样子 那各位知道 当美国念书协会是很贵的 但是西来大学念书的话 年轿协会 而且不计人数 然后在南华只要小学校会比办 同时校方更注重于在地的连结 像是鼓励学生走进人群 进行社区服务 以及校方的图书馆资源 也与大林证明共享 我们今天是三席临门 第一席就是我们向中央 争取的370万 我们整个图书馆的重建 今天正式启用 那第二席就是我们的热林中心成立了 希望未来可以提供我们大林证内 我们的在西大老西大 有一个学习乐活的一个中心 那第三席我们希望可以提供 我们大林证明 可以更多的这个馆藏量 所以我们跟南华大学签约仪式 在今天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典礼 然后我们希望未来 可以让南华大学的 30万多册的馆藏量 也提供给证明做一个享用 不过随着现代人越生越少 许多大学招生了受到 少子化的冲击 而招不到学生 究竟南华大学 有何对次来因应少子化 以及如何打造校方 和南华学生的竞争力 完整内容都在今天的 来家开讲 欢迎来到来家开讲的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南华大学的陈淼胜 陈校长到的做法当中 我们的观众朋友 再会来开讲 郝典你好 王小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虾典我们很好奇说 其实当初南华大学 是在民国85年时 算在在家议館来創校 是不是当大家来分享 那当时是怎样 想在家议館的地方 来办这间台课 民国85年时 我们佛工山的創办人 星银大师 他一向在台湾提供的就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和目的就是说 这个佛教到底可以为我们人做什么东西 台湾特别中时 这个教有跟文化 他一直说这个宗教 这个教不是只有宗教而已 他也代表教有 所以他有很多佛经很亲密的东西 他都帮助我们跟生活有关系 用教有角度来把这个佛经做一些改正 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他一直提供这个教有 尤其他人间佛教一定跟台湾的交用 不能脱离关系 所以那时候在宇蘭 最初是有成立佛工大学 佛工大学因为在策售的过程 宇蘭的山坡地开发很严格 所以中间有一个丹尾 他的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那时候就想说 本来就有在南方这个台湾 这个家企一个所在要设台湾 那个时机刚才有资金 所以就来这里设这个台湾了 那些佛经是这样的 所以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是他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间台湾就是公益 公益跟公益 色彩更浓厚的这种大学 所以目标是很清楚 就是要让中南部这些孩子 尤其清函的子弟 政府的力量没法达到的地方 由台湾这些人间佛教 来监负这个责任 让中南部的孩子 还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观景 这几年里面有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可以好好地做一个说明 刚刚夏总有谈到 就是说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说据我所了解就是说 南花大学在起草的时候 有一个发起一个百万人兴许 当时的时空背景是怎么样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百万人兴许 因为百万人兴许 它其实是要让人说 你是大家参与 这间佛教育 他一开始就界定 这间佛教育 是大家的台育 我们台湾很多市立台育 他们都是家族在经营 不然就是有一个企业 在背后你支持 但是南华大学不一样 第一 他的资金就是一个人一百块 一家人一百块 很多人害来 大家发心 甚至于管款的很多人 自己经营都不太好 资源回收的人也有在管 那里面的管款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教育 那过程的可歌可泣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教育 所以当时就是 有造成这样的一个风洞 因此 他一开始就是因为有这个目标 所以他就是 未来涉及他的发展的风洋 都跟这一致 所以 在现在 举一个例子来讲 现在中南部的台育里面 遭受身心障碍生最多 南华大学 身心障碍学生 我们最多 一个身心障碍生 都要我们两个工头生 跟他配合 这个教育身心障碍生 这两个工头生 我们经常开玩笑 这两个是 如果要找对象就找这些人 很有爱心 因为这两个人 他照过身心障碍生 其实对我们大部分的人 渣满都会有身心障碍 你老走不去就会有身心障碍 对吧 你如果照过身心障碍生 他的心理状态 他了解他的东西 这种 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是当初教育来 照做身心障碍生 这是一个当初 要成立生死士 对 那生死士你看 那时候我来南法座学校 那时候中南部 又还有这些殡葬的习俗 带人带人来 厚 白金 厚路白金 还有青鸿秀的车 电子车 你看这几年里面 南法台下 把这些人交友 叫他来学校胸口 这几年里面 你看中南部 这些都没了 殡葬文化很多改变 现在你照顾这些身心障碍生 都是青鸿秀 彬彬有理 讲话也是都有一定的态度 没有那些 跟这些 嘉宾两个 你看 你这些都看得到吗 这是文化的提升 文化的提升 这种东西 你只说一句 就会改变 一定要有一些教育来带动 有一个一定的计划 一定的步骤 才把这些整个带上来 对 还去申请 因为这个目的 用去申请执照 殡葬的执照制度 所以 南法台下 现在在现出的这个地方 我们国家 如果有那些 跟身心障碍 器官坚正的法律问题 都会问南法的意见 所以 比如说 还有一些方向都不同 对吗 有的人说 咱们要插一支 要插两支 意见吃水都不同 南法大学说了算 所以 这个已经建立一个 一个前威 也利用前威 把整个不好的风暑改善 变成今天 所以今天 其中一个例子 我可以说 很多南法台下 也想让我说 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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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台下 好 刚才有说到 其实 南法大学 一开始 在創立的时候 是众人的力量 大家做回来 但是我想算是 众人的力量 但是一开始 一个新的台下 他要做新的过程 或是創立的过程 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最近 也不会有这种的经验 所以不是請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南法大学 在創效的过程 里面 他们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 那如何去克服 这段学校在成立 他应该分成几个改端 第一个改端 刚才85年在成立的时候 他的名字不是南法台下 那时候叫南法管理校 南法管理校 他都说多了三年 南法台下管理校 他成立的一开始 四年 前半年 七年 核心投資免典 以前核心投資免典 那时候 我是民国 八十八年 来这做核心 我来那年 南法都成立大学 那时候才收台义 我八十八年 也没收钱 下定年八十九年 才收台义 再来九十年 所以 那段期間 对这个进行 都是佛工山 我们姓英大师 现在转移来 把我经济合作 打成这个基础 这个基础 当初南法台下 这段期间 他面临的一个困难 刚才王主席说 第一 交通不方便 以前来南法台下 很辛苦 要经济中正大学的后面 后面的问题 很久 才到处 不然就对大拿 对米山 那些都不是正经的道路 都是产业道路 所以 南法台下那时候的困难 第一 是交通 第二 南法大学本身是山坡地 山坡地 你就知道要去学生 都有一个很严格的 環境影响评估 山坡地开发等等 所以一直在那里 缺习学生 一直没有去学生 就是那里而已 所以发电受到太多 所以 南法台下 要去校外 我才会用各种力量 才到外面去促习 才弥补这些问题 不过现在差很多 现在有一条路 管副 那时候就陈明胡 跟现在的县长 那时候的县长 陈县长 跟现在有 张县长 两个都前后 把这个南法路 开通了 那一条路就叫南法路 我第一次要利用这个机会 也感谢 我们团队府邦的乡亲 这条路的路名 你由我来命名 有些人要用政策的名字 要命名 以前他们都可以体会 南法大学 对地方的贡献 所以这个名字叫南法路 所以这条路 目前 开一半 十分钟就可以到一家了 现在继续开 要对梅山交流到 未来也是经过大浦媒工业 大浦媒机械 精密机械元器 那里面 现在Keylon已经进来 几间三间厂商已经进来 这未来南法的发电 不是这样 只有这个地方 他这场商需要人员 人员需要在职间的训练 能力的培训 所以他的教育也培训 都放在南法 所以未来南法 带动这地方 我想南法 会现在开始 会公演 比以前更大 所以学校目前 已经有跟住在 对远区里面的厂商 有谈一些配合 有接下 Keylon 现在他从台中移过来 那现在整个少子化以后 包括现在 如果造欧代危机的话 未来台湾的经济 世界的经济 应该是比较低 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台湾现在 也没有给经济压力 对 尤其中南部 我发现了一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一阵里是隔代教养 阿公阿嬷很大 爸爸妈妈都在同时拍照 隔代教养 还有包括他 台北的孩子 因为我家在台北 所以我利用 每天星期 我会回去台北 两三星期 回去一次 我回去台北的时候 我副军的孩子都在 近来 要去保室 要保数学 要保英文 要保小提琴 保钢琴 我回到家去 我看那些孩子 尤其住在家 副军的孩子 都在政材 赐贵 不然田野要奔跑 我想说 你去保所谷英文 是学生 你赐贵政材也是学生 这问题是 你只靠 靠所谷英文 这些政材就不靠 所以你如果靠这个 不得它更厉害 那学生 是百百款 不是说我们学生 现在教的 所谷英文是 我们人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 一部分的学生 学生不是一部分 所以南法台下 在这个界定的作成中 我们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们现在有的牙夜团 牙夜团就是我们学生 透过大麻城 去港政府一筆一筆金匪 来买这个学生 拍过 我们的牙夜团 才 学生 才利用摄摩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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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之后 每年的三个十个 我们学生的时候 才带他们的高队 比赛 今年比赛到第八次了 这些政策的孩子 虽然没有经常播小提琴 但是也在拍过 拍过对发育的小孩子更好 因为有运动 而且他是有和群 因为不是这个拍嘛 要配合嘛 这个进步中 我认为 这个拍过 就是其中的一项 第二项 整个小孩子 哪有经常播英文 我们学校的外文室 所以我同时 设计这些事 我都有考虑到 我们外文室 因为现在小学三年 会播是不太好 我们外文室的学生 就意乎去给他们制作英文 所以我们学校的外文室 目前是以表演为主 不是只说英文 就是表演 粉末登场 来说英文 他去教的孩子 也是用这种方法去教 所以这对电风 都有帮忙 以后我辛苦到这里 所以听得出来说 校长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学校 都不断的走入社区 对 不过外界会好奇说 目前学校 大家有组织怎么样 他有系所 大概有几个系 现在有22个学系 有24个硕士班 有一个博士班 那个博士班 就是管理科学博士班 我生日不认识 有的讆识 你们都感觉 跟芭蕾孩不一样 我们南华台湾 一直要办成一个台湾 是比较有 我们电风文化的味道 也是比较有 中华文化的味道 我们台湾的很多台湾 都是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移植过来 它的教材 它的制度 都从那里来 我这里一直要设一个 一间比较有的味道 我使用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台湾所有的英国 都不是国业的事业 但是南华是做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就是世界音乐 我记得一个例子 还有我们以前的 传统的那些音乐 宫廷音乐 是表演露宫地看的 对吧 让那些贵族看的 我们现在的那些指挥 西方的指挥是一模一模 以屁股像观众 以前演奏给黄帝看的这些音乐 怎么可以有指挥屁股像观众 所以没有指挥 所以我们民族音乐第一行 中国的传统公廷音乐就是没有指挥 所以你做曲的时候 你演奏的时候 你都要去克服这个困难 所以第一步就不一樣了 这种东西西方没有 我们才有 我说我还有很多特殊的 民族音乐系 像生死系 自然医学 生物科技 这我都有很多 有费盈利 这都是我独一无二的费 为什么要成立这独一的费 最小的情况 因为时间有限 可能要上网去看 我就知道我在费 他当出这种生活 来成立费 虽然是时间有限 不过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也是很好奇 譬如说 生死学的保温各种 民族音乐 这些刚才有说到 到底他那些东西 怎么会有这些个性 什么来行的 在全国独一无二的科系 你是不是也可以请厚定 来帮我们介绍 我是这样想法 我认为 我们现在都在强调国际化 但是强调国际化 应该要先本土化 不然我拿什么 去跟人家国际化 我当然是拿我本土的东西 去跟人家国际化 所以也先后顺序 不是直接跳到国际化 本土化做得好 才有内容 才有资格去跟人家国际化 因为民主音乐的音乐 音乐应该是最后的表现 我们就好像我现在讲话 不是我嘴巴在讲 是我头脑在讲 我头脑先有那个思想 再透过我这个嘴巴讲出来 音乐也一样 音乐背后一个有一个精神 有一条故事 有一个用意 然后只是透过音乐把它唱出来而已 况且你这个音乐里头 原来的最高音跟最低音 它是一个连续带 是人为把它分成说 这个叫多 那是人为的 但是我们原住民的这些音乐 很多是没有谱的 渾然天成 我就教你就写就这样 你叫他谱他也写不出来 反而他唱出来的音 不受于西方的那个限制 所以他有他的特殊性跟韵味 注意到韵味 而且他在人类发展的过程 因为这样的过程 所以有了这些音乐 那这一个是很 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件事情 所以回归到本质 这个叫本土 本土就是当地特有的 因为历史 因为文化 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气候 然后发展成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 要保有这个东西 然后拿这个东西才是国际化 所以南华大学 站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从无套有 他只是说 也有的东西 你留掉东西 我把你捡起来 不要忘掉 然后加以整理 所以包括现在加以限制 它里面 南华大学 但也相当重要的角色 把那个历史的东西 把它恢复起来 所以这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的生死 冰葬一些礼仪 它的道理 原因知道不知道 我们现在只要把它恢复 讲到这个特色 就是说学校有发展一个拍行教育 这个部分是 怎么有这样的构想 那内容是怎么来实施 我们新闻大师一直有一个观念 我到今天始终不忘 他就说再好的老师 再好的设备 如果这个学生不想念书 通通都没有用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一的学生进到这个学校 他首先要完成他的心理建设 如果他自己没有想要去读书 没有想要说他现在长大成年 他要去负责任的话 你的学习绝对打折扣 所以我们南华大学 在进来大一的学生 会办成年礼 这个成年礼不是只有一个礼仪 它是围起两天的一系列的课程 包括要怎么扫地 为什么要孝顺父母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跟你环境有什么关系 你跟你的自然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都是互动的 所以你人只是在其中的一个元素而已 给他这样的一个观念 当他知道他从哪里来 你过去小孩子的阶段 你常常是问题的制造者 麻烦的制造者 你所有的问题 父母都会替你解决 但是你现在成年了 你开始要转成 从问题的制造者转变角色 变成问题的解决者 所以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这个就是一个愿力 但是光有愿力不够啊 那你光有这个愿力 那你自己要问自己啊 你未来要拿什么东西去孝顺父母 报教社会国家嘛 所以还需要人力嘛 那人力就在学校接受教育 那至于这个拍型的教育的拍 它那个字的形中间是有一痕 那个痕是代表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固然 我们现在会讲说是前人教育啦 品德教育啦 但是南华大学的这个拍型的拍 又多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强调 有些人其实你可以考虑自己 未来当小老板 不一定要受聘于创业 微型创业 微型创业在以前是不太可能 因为他需要一些资金 但是现在因为拜电脑网路之事 这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这个 你如果是要就业的话 你一个专长特别好 可能就就业 但是你要创业的话 你财务报表要看得懂 市场分析 成本分析 领导统议 资金怎么筹设 成本分析等等 这些你要的就是广度 那广度就是拍型这件事情 那创业的话 跨领域比较能够创业 所以我们那个拍有两个专长 南华大学推动 任何一个南华大学的学生 他选另外一个系 辅系或者双主修 来当他的第二个专长 对方系不能拒绝 我们是不能拒绝的 所以不能拒绝也就不必申请 你自己要修哪一个系 你自己上网去看 等到他所归应的系都修完了 采用不告不理的态度 你拿这些成绩单证明 到教育处去审核 通过他就给你辅系 成绩单就给你证明 为什么要跨领域 因为跨领域比较能够创新 那比如说我们的生死系 跟这一个 生死系跟这一个艺术系 他们现在在设计新的骨灰坛 那个骨灰坛包括 那个往生的那个DNA 什么手势 都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存放 那上下的衣服不好看 重新设计 那音乐系跟他们 重新再设计新的殡葬音乐 这个跨领域还有我们学校 自然生物科技研发的这个 这个精油 那个牛丁提炼精油 这些技术也都交给农民 现在在嘉义跟引领县 都有到我们学校 我们义务把这些技术教导给他 让他们的所得能够提高 这些引领域还有面毛 还有萃棋等等 这很多的技术 包括兰花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生物科技 我们这有一个花了很多钱的这种 研究型的这种温室 那研究型的温室 我们这设备是从荷兰进口的 虽小但是跟一般生产用的温室是不一样 它是可以测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等那些 还有配合我们的自然医学研究所 刚刚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自然医学 就是用自然的水 空气 阳光 食物 呼吸 音乐 能量 来照顾一个人的健康 那么这一个生死系 谈生死不能没谈医疗 不能漏掉医疗 所以我们自然医学研究所 后来成立的时候 就弥补这一块 同时跟生产 跟生物科技做很好的配合 这变成一套东西 所以这个系也是一个蛮特殊的 像你刚刚提到这么多很特别的科系 那当初你们在找师资的时候 会很难找吗 对 我们在找师资的时候 我们像生死系这个领域 他不是学问发展很好才成立这个系 他有一点是边走边看 边走边看 这个系等到都 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应用了 所以我们就先让他存在 也真的在运作了 然后因为他有研究所 研究所跟大学部就不太一样了 研究所就要基于现在的 很多情况需要来研究的时候 要去做一些实验 然后发表一些论文 然后来作为整理以后 再回过头来 变成大学部的教材 所以他是一个边走边看的一个态度 那自然医学研究所也是 因为我们是会侵入性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中医 我们不叫中医 但是很多中医的东西 也融入在那里面 比如说针灸 针灸你要有医生执照 才可以针灸嘛 但是我们不用针 我们用线灸 线灸就是一条线里面有药 然后用火有一个灰烬 但是后面理论是一样 类似于这样子 古老的这些医学 石器时代就知道灸 因为石器热热的 这里不舒服就试验 那就留下了一些经验 那这些古书 这些医疗的古书 都是用正体字写的 中国大陆是简体字 中国大陆的简体字 跟现在我们的正体字 不一样的地方 不是只有笔化简单 而是简体字 把花音一样的字合并 像游泳的语乎 跟女優的语乎 它用同一个字 所以这样的一个简化的情况 你来看古术这一些的话 你的意思有时候 会跑掉会误会 那现在反而台湾 这些古老文化 跟大陆有几年的没有来往 反而我们留下了 这些宝费的知识 那我们要把这些快要丢掉的东西 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愿望 能够把它恢复 特别是香港 要回归到祖国的时候 香港有一些人怕这些书 古书会没有 兼给南华 所以南华很多现状书 这些都有在一些时间把它恢复 里面有一些医学 有一些宗教 我们刚好也有后面这个东西 当基础 使得我们有找到这些古书 然后回归一些人去看那边做研究 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科学 都讲最新的 但是有一些文化 传统 人走过的轨迹的这一部分 反而要回到古老的文化去发掘出来 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南华 这些工作 我有时候甚至想 这些工作应该是政府来做 政府没有来做 我们这个人间佛教大师的愿望 我们能够在南华这里看 可不可以实现 把这一个补上 听得出来说南华大学的办学理念 其实它有哪些科系的特色的部分 其实南华大学也非常注重在地 跟在地的连结 他们甚至强调学生走出学校外面去 那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再讨论学校 怎么跟做在地的结果 我早上的校车附近的孩子要上学 你知道我们很偏眼 对不对 都可以免费上我的校车 所有老人看到南华大学校车 招手免费可以上 这个都是方便 而且我们在几年前 这个是一半的一个 欢迎回到来家开工的座部现场 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校长有特别谈到说 南华大学特别中式 这个成年礼 我们每一年都会帮 我们一年级的新生 来办成成年礼 继续是不是請校长 为我们介绍 说当初是什么 有这个个性 是要好好地特别来中式 我认为今天 要教导一个小孩子 你要善用所有有用的资源 来帮助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教育 那学校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不要忽略家长 我们如何利用他的家长 那透过学校这个平台 来影响这个学生的一个教育 所以我们成年礼那一天 是有办这个家长会的 然后他来到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第一学级 快其中的时候 所以已经有其中考出来 把他的小孩子 在这一段期间 第一次的考试的成绩 让他跟老师做一些交谈 第二个呢 我们也想透过这个机会 能跟家长说 他来这边的情况 由老师来跟他家长 做一些他大致的情形 那第三个 在我们成年礼这个礼仪的时候 我们有送两条丝巾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黄色的 那礼仪的目的是什么 礼仪就是要提醒人家 不要忘记的一个仪式 那第一个送的白金就是告诉他 你来到这个世界 是父母给你 然后你原来的动机都会让纯真 纯真无邪 我们希望你维持这个纯真无邪 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白色的事情 也有告诉他说 你未来做任何事情 动机都要纯真 那这一个丝巾是由父母给他 在父母给他这个丝巾之前 师长要给他咬水 给他喝这个水 那就是饮水失言 他有咬水 有父母给他这一个白色 然后再由师长给他黄色丝巾 代表辉煌腾达 希望你受这个交易以后 成年了未来会辉煌腾达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要跟父母发誓 成人的誓言 然后由师宜练一遍 然后 他 带他的父母讲 我长大了 我以后确定要怎样 怎样 他发表这个誓言 也等于对自己的一个承诺 然后又有这两个时间 给他象征性 你今天讲的誓言不能忘记 这样子的话 他一旦有完成心理准备以后 他未来在学校 他才会努力读书 因为自觉学习 自己想要念才有用 想要学习才有用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发现这样的一个场合 有很多感人的情况 也有在这个成年历完毕以后 父母亲跟孩子抱在一起 有哭得一塌糊涂的 我以为我们真的有 我们有那么感动吗 他说不是 他跟他的母亲 已经半年没有讲话了 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各自要表达 也不晓得怎么表达 所以那一个场面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父母亲给他这个诗经 还有些市长给他诗经 这个小孩子 这两个事情到今天 有的人都还离在手边 不敢忘掉 配合他的相片 那这个都是 我们在这个成年礼过程 那我们的成年礼过程 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礼 我们还要教他泡茶 你参加成年以后回去的孩子 遇到父母都会寒暄 以前进门都不太会管 那会泡茶 然后要叫他们扫地 那以前学生的扫地都这样扫 能够扫多少 跟他说扫地要靠腰力 要这样腰力 所以还有 有些小孩子 从来没有洗过米的 这些生活的奇迹 起始生年里 就是要教他这些 基本的做人道理 那我们在学校 写得很高深的学位以后 反而忘掉这些基本的 都没去强调 我们现在恢复这些东西 除了这个成年礼 跟你刚刚讲到的 所谓的泡茶 艺文活动 其实据我所知道 南华大学也非常重视 在地的艺文活动的参与 除了艺文活动之外 据我所知道 最近我们跟大林政公所 有签了一个图书馆的借书 互通有无章的观念 怎么会这么重视 在地的连结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当初这个学校 来这边成立的时候 他的不忘初衷 就是许下这样的一个承诺 我们在这个图书馆 因为我们学校 发现很多大学的 老师写的论文 都去发表 结果反而是有外面的生意人 把他们版钱都拿去了 然后再花很多的钱 卖给各校的图书馆 我们南华大学 发动这个东西 我们制造一个软体 希望我们所有大学的 这个已经发表的论文 都授权给学校 然后学校免费的 再分送给各大学 所以现在我们有 70几种学术期刊 是可以赠送给别人的 那么这个期刊 在这一次跟大林政图书馆 签议的时候 我们全部给他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图书也给他 我们在南华大学 在三年前我开始宣布 所有礼拜六礼拜天 来学校读硕士班的 父母的学生 可以带子女进教室 可以在子女进教室 换句话说 他为了母亲 他如果礼拜六礼拜天 到南华来念书 他把他的小孩子放在家里 给他的父母亲带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就影响到 他要来读书 而且他人在学校 可能心都在家里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修正 只要那个学生还乖乖的 在教室里头 跟父母一起上课 自己写功课也OK 如果那个小孩子好动 我在图书馆的一楼 我有漫画区 他可以去看漫画 而且孩子也不是只有他一个 很多人都有孩子 他们会玩在一起 所以这样父母亲 来学校上课 就把他车子带来 然后我们学校 六十几公顷的小弟 有二十几公顷的森林 非常的安全 那这样子的话 就增加了他 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 我想永远对的 从对方的角度去考量 所以我们就有考虑到 这样的一个因素 然后另外呢 这个跟大林郑的 这一个图书 我们学校有很多图书 会送给他们 然后做连结嘛 网路的连结 那我学校也是 无线网路的校园 拿一个笔电 在数据下就可以上网 而且我们现在 网路已经充分到利用最好 因为我们把所有老师的教材 笔记 全部到一个平台 那学生都可以 从那边拉下来 就可以看所有的这些教材 所以在这一个 还有我还有几个规定 我早上的校车 附近的孩子要上学 你知道我们很偏远嘛 对不对 都可以免费上我们的校车 附近的小孩子上下学 都可以 然后老人家 你知道台北的老人家很容易 他要看病 他节音一做就到了 对啊 那么现在乡下的这些父母 有些隔代教养的 他的子女都在都在都会去啊 他生一个病要到慈激医院 从大陵就是慈激医院 要去看病 谁带他去啊 所以我们设了 所有老人 看到南华大学校车 招手免费可以上 这个都是方便 而且我们在几年前 也办了一个香饮酒礼 香饮酒礼就是 那一个活动就是 请大陵镇 我们那时候以大陵镇还是几个乡镇 两个镇还是 他的里长 带他的老人家到学校 重阳节 来办活动 我们给他做一些简单的比赛 投符 用剑去投那个符 那有一些规则 然后做比赛 然后给他们一些肉干吃 然后这些老人家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老了以后 各自在自己的乡镇 从来不碰头 以前都同学的 所以碰到以后非常的高兴 然后他在比赛的时候 因为有奖品 所以难免会犯规 那犯规的话 就要处罰 处罰是里长处罰 因为里长带来的 事先没有讲好 所以在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 后来为什么没有再办下去 因为有人告诉我 校长你办这个活动 风险太大 万一那个老人 那时候要100岁的 那万一怎么样子的话 你学校要负责 所以我们后来 稍微有一点顧忌 但是 那个顧忌 我认为也应该克服 就这样子的一个 跟附近的这个 这些地方居民 如何来跟他们在一起 来帮他们地方产业的发达 来帮他们交易 我们最近办的那个 乐龄 乐龄的这个 到我们学校 阿公阿嬷他平时六十几岁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有两件事情 有三件事情是他们获得最多的 第一个 协会传简讯 他们自己讲的 他来乐龄大学 收益最大的就是 协会传简讯 为什么 因为他会传简讯 他才跟他的子女有连结 打电话不一定有用 打电话现在 他子女忙 他不一定会 还有网路 这一个 因为他在阿公阿嬷 他没有学过 他这个简讯不会传 就从某某某某学起 然后在那边交交交 那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 逃逸 再来就是打鼓 我学到很多鼓嘛 我刚刚讲过嘛 那这些动的东西 他跟嘉义士的老人 跟大林的老人不一样 嘉义士 我们办过两次 一是嘉义士的 嘉义士的老人 他比较有思想性的东西 他会听课 但是大林症的人 他要看得到的 那种活动 他比较不喜欢 他要逃捏逃 他手可以碰 打鼓他手可以碰 那你叫他静下来 光听的那种思想性的 比较缺乏 我的发现是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差 有差 那本来学校就是要 应材私教嘛 什么样的人 我就断什么样的 一个材料 对 从今天的访谈 过场到现在 我一直觉得说 校长一直强调说 南华的半学 是强调在地化 认同感的部分 不过 针对目前这个时代 是地球村的时代 我们南华大学 怎么跟外国的学生 来做竞争 不要说外国 跟台湾其他学校 大学做竞争的话 国际观这东西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那强调本土的 南华大学 怎么去培养学生的国际观 因为是这样 我南华所在的位置 这一个嘉义县 不要说没有国际机场 连国内机场都 谈不上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去谈国际化 那今天南华大学 国际的学生也不少 外国学生也不少 我们也曾经到六七十个 那你要看看 他们为什么都会期的学校 他不选择 而选择来外国学生也不少 他要的就是文化 这些人要么就是宗教 要么就是文化 要么就是探讨这个道理 那从这里可以 可以发现 文化这个东西还是根 他可以不远千里而来 他就是要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在推广本土文化文化 文化东西 我们也不要忘掉 所有要动的东西 都要投入资源 投入资源 都一定要经费 所以你要达到的理想 你也不要忘掉这些科系 要造就一些经济 然后他才能够 用这样的一个道理 跟本土才能够活得久 走得久 走得更久 走得更远 不过其实谈到 这个经济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几年经济 真的很不景气 那可能有许多学生 他在筹措学费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像我们南华大学 怎么协助这些经济弱势的 学生继续求学呢 我过去的做法 跟未来的做法 我分开来谈 我过去的做法 因为现在能够拿出清寒证明 不一定清寒 不能够拿出清寒证明的 说不定反而真的清寒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低收入或清寒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免费提供他们住宿 两个人一间 既然也有这种学生 他说他想自己一个人一间 插耳他愿意补贴 那他就是假清寒 对不对 还有一些 他家里真的很穷 但是不合清寒的条件 为什么呢 因为父亲都没有拿钱回家 但是跟父母亲的婚姻还在 电脑一查 他父亲有所得 换句话说他没有这个父亲 他反而还可以有一些补助 他有父亲反而不行 因为没有办离婚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头观察 是最真实的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在注册截止以后 再清查哪些人该来注册 而没有来注册 如果是经济的理由的话 我们会个别谈他来 然后会给他贷款 而且贷款就是写一个纸条而已 所以有些学务书的人说 校长他这样写你就这样相信 他说什么时候要还 那你就让他念 我说不能他念那怎么办 我们以前都没收学家会 对不对 所以不能 当然我也知道这样也未必都要得回来 但是从事教育就是要如此 所以我们过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至于说学校的餐厅等等 我们尽量用比较低价的方式 让他们 我知道我们南华也有一些学生 一顿只有10块钱可以吃 10块钱就是买饭而已 那我们也都 也活光会 还有常住这边也给我们一些奖学金 那这个青海奖学 像前几天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 我们说我们有 偶尔讲说他们只有10块钱可吃 我这样一讲的话 有一个人就借五万块给我 我们大概就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要自食其利 所以我们也提供尽量 你如果少聘一个专任职员 可以养五个公主生 那一个职员的薪水可以养五个公主生 来维持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当然也有人说 那公主生做事情这里做不好 那里做不好 还是要聘专任的职员 但是我说还是要给公主生 为什么 因为做不好 因为他是学生嘛 对不对 他还有教育的功能 那也让他有机会 来半功半读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给学生的一些 多多少少的一些帮助 因为我有身心障碍生 有很多公主的机会 尽量提供给他们 不过谈到经济不景气的部分 除了说学生在求学的时候 会遇到问题 毕业之后的求职 其实也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下一段的节目 你就要请校长继续来谈谈 南华大学在辅导 学生求职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也常常跟学生讲说 你要创业的话 不要从零开始 你如果从零开始再辛苦 比如说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是中国大陆制造的 很便宜起的 踏在这个肩膀上 我在这上面再加影子 像我们有个老师很会画的 他直接画在这个杯子上 顾下架子就提发 好 回到节目当中来 其实最近就是毕业季节 那学生走出校园毕业的最大 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找工作 那我想好奇问校长 就是说 我们南华大学怎么辅导 学生去找工作 毕竟现在大学生 摧头真的不简单 这些是一样 不过佛工厂 它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体 有电视 有报纸 又有一个最近完成的佛头纪念馆 对 佛头纪念馆 那一个大的佛像 里面需要很多的从业人员 那佛生本身就是一个旅馆 还没有开放 其实硬体建设都完成 目前正在招募 所以南华大学的毕业生 他可以往佛光体系相关文教的事业去应证 不管是电视 媒体 或者是旅游系会去做这些导游领队 这个都是 但是我们旅游系走的方向就是文化 你再好的导游领队的经验 你不懂得阿里山文化 你讲不出阿里山导游的故事 你有些领队他带团的经验很多 一百次两百次的 但是他带去佛头纪念馆讲的都错的 因为他不懂得佛头的文化 这些文化的东西 离开学校是不容易学到的 如果离开学校马上就可以学到的 在他从业的过程就可以学到 不必急着学 反而是你离开以后就学不到 就要在学校教了 而且在生根蒂固 就好像我们学武侠小说的内功 那个内功是在学校 成年里那个也是内功 打从人本的这一个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想到国外就业 佛王山在全世界办了四所大协 在美国加州有一个西来大协 澳洲有蓝天大协 蓝天大协在台湾就有两个 现在我们兰华大协跟美国的西来大协 他的执行董事是同一位 这是一空法师 所以我们也珍惜到 南华的学生 就算你在学期间 要到美国的西来大协去列宿 是免协杂会的 当然会机票生活会就要自己出 但是光这样也是相当一笔钱 但是美国读书很贵 大家知道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如果要就学的话 我们有这样子 如果说你要去读研究所 我想我们这个学校都可以尽这个力量 不过我们有2加2 但你如果要2加2的话 那美国西来大协有一个要求 他就要托福了 但是你如果是拿南华的协会 只是中间一学局过去的话 那是不必 所以这个也是提供 如果他不是就业 如果我们把就学也当作是 毕业以后的另外一个出路 那这是有这样的一个优点 另外我们这学生在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透过一个软体叫CAT 这个是性向分析 你这个学生未来适合走哪一条路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软体的分析 在这个软体的分析里头 我们会告诉学生 你未来适合公务人员 适合考照 像我们的会计系 建筑景观系 这些都是考执照的 是透过建景系是可以考建筑师的 财管系也是打金融分析师的 那是透过证照的 要走这条路线的 还是说你走公务人员考试的 那我们有一个公务人员考试的 一个辅导规划 那学校是一个有教无类 你学生程度很差的 我有学校有一个叫做TA 就是他有一个办公室有几个人 你有什么教学上的问题 你可以申请 微经文不懂 他可以叫你微经文 还可以预约的 有这样的一个辅导 那成绩特别好的精英 我们给奖学金 他很高分进到南华来 我们不能指他进来 我们要辅导 那这是我们社科院的院长 负责这些精英 你要提供几个校外读物 因为他程度比较好 或者甚至到研究所受课 那这个就是各种学生 我们都有一个辅导的机制 特别我们还有一个教师观察 就是说老师能够教学评量不好 还有另外一个辅导的机制 那这个是教务长在负责 那刚刚讲过的 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是说 我们现在要鼓励学生 说不定要自己创业 危险创业 那掌握在你的手中 那但是你 我也常常跟学生讲说 你要创业的话 不要从零开始 你如果从零开始再辛苦了 比如说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是中国大陆制造的 很便宜取得 我踏在这个肩膀上 我在这上面再加元素 像我们有个老师很会画图 他图就画在这个杯子上 附加价值就提高 然后贴自己的商道再卖出去 你要踏在别的肩膀上 但是那个元素 你要加进来的元素 你要去想 你要如何加入什么 新的元素进来 那这个当小老板 而且当小老板 我刚刚有讲过 他知道东西的广度要增加 尤其在刚成立的时候 只有你是人才 你不能有第二个 你说我再聘一个人 来帮助我做事 那你可能 你这些弄化都给他搬走了 所以这个台湾在加 我们台湾的 我们东方人的观念 跟西方人的观念不太一样 西方人的观念 都在教我们怎么管别人 东方人的观念 包括佛教 都在讲怎么管自己 因为我们东方人的观念 你人才要自己培养 不适合用钱去买来 我们现在要付高的薪水 挖角来 别人也可以 互根的薪水 把他挖角出去 那个就是说 你这个公司 如果有一些机密的东西 如果有属于这一种 靠这一个机密在生存的话 那那个人才就要自己培养 要忠诚度 像日本的那个 终身职的制度一样 所以这些在创业的时候 在微型创业的时候 我们要告诉协认这一点 那至于学生 什么是适合你的 什么是不适合你的 我们现在自己花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打造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你现在要在网路上 要租东西去卖东西 一个月至少要2万块 这个平台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免费 学生在学期生 就可以拿东西在上面卖 试着卖 那人家为什么要买 价格也是你自己贴的 我在在学期间 就给他做这种训练 其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少子化以后 尤其在民国105年 这个断层 所以我们南华大学 正在跟大部分 精密研究 做一些合作 像Canon 还有几个大厂 他们现在的 那些厂商 我自己猜测了 未来有一天 会变成是高中毕业就就业 而不是大学毕业就就业 你刚刚提的就业 为什么高中毕业就就业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声音 就是大学毕业 还没有赚到钱 就牵着一匹股债 因为在大学物理上 所以未来的高中毕业就业的话 像Canon的这些装配厂 他为什么会喜欢高中 会喜欢高中就业 因为他进来的时候 他稳定 他四年不会离开 他读大学嘛 你要给他半工半读嘛 所以Canon如果跟学校合作的话 未来在学校 我大概还没有跟他去谈 学校的学生宿舍 既是他员工的宿舍 也是我的学生宿舍 这四年里都跑不掉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要半工半读的话 学科压力太重 所以一年要给他分散学期 暑假寒假都把他当一学期 这样的话他每学期 修的课就不必那么多 这样能够维持他半工半读 然后我们可能 在就业的时候 就不是大学毕业 现在大学毕业在考虑就业嘛 现在不是嘛 高中毕业就就业啦 就等于说 念书跟工作一起同时 一起啊 你的注册的钱是自己赚的 你会珍惜啊 你现在很多 学生注册的钱是父母给的 坑好足啊 所以他不会去珍惜 所以我们还要花很多的力量 半成年里让他自觉嘛 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因素造成的 所以在这一个就业的这一个市场上面 我们还有一个大陆与事物学系 也是我们的 现在你要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日本很多中小企业 跟台湾的中小企业 已经相当交叉持股在合作 透过我们的EGFA去大陆投资 他认为这样比他们日本直接去投资更好 所以未来我们这个中国 我们这个国际与大陆事物学系 我们都在想这个系 不要写英文了啦 干脆写日文 我们就第二外国语系 过去都英文嘛 如果是为这个导向的话 可能是写日文 跟他们结合 然后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这何尝不是一个方向 而且大陆现在可以发现 他进步太快 我这次去中国大陆 刚从山西回来 我发现他的物价已经超过我们了 特别是 就是刚刚你提到我们自己学校怎么经营 我认为我的学校 自己介于阿里山跟乐团中间 我是有机会 我现在音乐馆正在盖 我盖完以后 我刚刚讲我的雅艾桶 我要表演我要收门票 活动计刃馆完毕 阿里山下来可以到我南华类大学 我们可以演给他看 一方面把学校介绍给他 二来我们也有一些创熟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些住宿 我有礼物系 做一些住宿旅馆 实习旅馆 也让一些观光客 大陆观光客 住在我学校 这个学校的经营应该是多角化 一个是一个平台 那这样 南华大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厌借的话 也会造福地方经济的收入 因为整个事业 需要有一些从业人员 所以我们在南华大学 已经资源里头有一个叫大林邦 我们资源 有很多是大林镇当地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南华重视在地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必须要进入尾声 非常感谢陈校长今天来 莱家凯杠的节目现场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天 谢谢陈校长 谢谢两位主持人 下一集的莱家凯杠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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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